为什么现在就觉得这个喜剧节目不太好看了 我们有一句话 专业人干专业事 您的流量再大 不见得能把喜剧小品演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有一些喜剧节目 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喜剧演员 或者是喜剧小品演员来做 是流量明星来做 他可有流量 我们赶紧把他照顾来 他有流量 你要想他那个流量是怎么来的 他是因为从事了他自己的那门专业 引起观众的观众 把观众流演进来的 但并不代表 他可以把我们的喜剧小品演到 也像他能够争取流量那么大的程度 也就是说 真正艺术的价值 也是分行当的 不能一个人说卖货变成网红了 我就什么都可以来了 不能说我讲了几个段子 我火了 我就可以驾驭小品了 但现在有胆大的演员 什么都敢招呼 你来 哎呦好行啊 我来啊 我来啊 你来 你来什么呀 你来完了之后 观众很失望啊 你来完了之后 似乎好像这个 把这个流引上来了 但是你没有想到 最后的口碑是很差的 所以因此呢 我就想说 专业人干专业事 而且还得有点工匠精神 你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 如果我们只是考虑到流量 只要他有流量 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天才 他可以把什么事都做好 那是做梦 不是做好 流量不代表质量